哈巴古书第一章 哈巴古先知所得的末世 耶和华,我恳求你,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向你呼叫,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 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坚恶的事,你为什么见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纷争和相斗常常发生 因此,律法不能生效,功力无法彰显 因为恶人把义人包围,所以功力颠倒 你们当看列国,要定睛观看,就会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 即使有人说了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 就是要兴起迦勒底人,那残忍凶暴的民 他们便行全地,占领别人的家园 他们恐怖可怕,自以为意,趾高气扬 他们的马,比暴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他们的骑兵奔驰,自远而来 他们如鹰飞翔,迅速吞噬 他们顶着脸面向前,齐来行报 掳获战俘多如沉沙 他们戏弄君王以掌权的为笑柄 他们吃笑一切城堡,逐雷攻去 然后,扫荡如风吹过 他们是有罪的 因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 你不是自古就有的吗?我们不会死的 耶和华,你派他们行审判 磐石啊,你立他们施惩罚 你的眼目纯洁,不看邪恶 不能坐视坚恶 为什么践行诡诈的人而不理? 恶人脱灭比自己公义的人 你为什么坚默呢? 你竟使人像海里的鱼 像无人管辖的爬虫类 迦勒底人,既用钩把他们吊起来 用网拖走 用鱼网收聚在一处,就欢喜快乐 向自己的网献祭,对鱼网烧香 因他们借此收获丰富,饮食充裕 这样,他们倒空自己的网 毫不留情地继续杀戮列国 哈巴古书第二章 我要站在绍缸,立在城楼 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 怎样使我答复自己的怨诉 耶和华回答我说 把异象写下,记在泥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明白 因着异象关乎一定的日期 很快就要实现,绝不突然 纵有持言,仍当等候 因为他一定会来到,绝不耽误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然而一人必因信得生 财富是奸诈狂傲,不得安宁 扩张欲望,如同阴间 又像死亡,永不满足 他们招聚万国,集合万民,都归自己 这些国民,岂不都用辟语、讽刺、暗语指着他们说 那些烂得他人财物的 满载别人抵押品的,有祸了 他们这样,要到几时呢? 你的债主,岂不忽然起来 扰乱你的,岂不行起 你就成了他们的卤物 因你抢掠多国,杀人流血 向全地各城施行暴力 所以,剩下的人也必抢掠你 你这为自己的家,积聚不义之财 在高处搭窝,以逃避灾害的,有祸了 你检除多国的民,反害了自己 你所谋算的,使你的家蒙修 石头必从墙里呼叫 凉木必在树中应生 你这用人血做成 凭邪恶力震的,有祸了 众民劳碌得来的,被祸焚烧 列国辛劳而得的,终归无有 这不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 认识耶和华之荣耀的知识,必充满全地 好像重水遮盖海洋一样 你这请临舍喝酒,却把毒物混入,使他醉倒 我要见他赤裸的,有祸了 你满有羞辱,没有尊荣 你也喝到露出下体来吧 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回来给你 使极大的羞辱取代你的尊荣 因你向黎巴嫩使用暴力,杀灭惊吓野兽 有杀人流血,向全地各城居民施行暴力 就必受到报应 雕刻的像,有什么用处呢? 不过是匠人雕刻出来的 铸造的像,虚假的教师,有什么用处呢? 匠人竟倚靠自己所做,那不能说话的假神 你这对木头说起来 对雅实说醒吧的人,有祸了 他怎能教导你呢? 看呐,他包金香淫,里面却全无气息 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 哈巴古书第三章 哈巴古先知的祷告,配激动的音调 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声音,惧怕你的作为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在这些年间彰显 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 神由提慢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 他的荣光弥漫穷仓 赞美他的声音像彻环宇 他的辉煌如光,手中四射光芒,就在其中隐藏着能力 瘟疫在他面前行走,灾病在他脚下发出 他站立震撼全地,他观看,惊散列国 永在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 他的道路存到永远 我看见古山的帐篷遭难 米垫地的帐木金黄 耶和华,你骑上你的马,乘驾得胜的战车 难道是向江河发怒,是向海洋泄愤? 你的功险路,你的剑上贤,你裂开大地为江河 诸山见你而战斗,众水曝流而过,深渊发生,举手羔羊 日月停在本位,你的剑发射如光,你的毛闪烁辉药 你积愤践踏全地,你怀怒打碎列国 你出来救拔子民,拯救你所高利的 你击打恶人的防顶,使根基全然显露 你用他的枪,刺透他战士的头 他们来如暴风,把我们驱散 他们的喜好,是暗中吞噬穷人 你乘马,驰骋海上,大水汹涌翻腾 我一听见,就全身发抖 因着声音,我嘴唇震战 腐烂侵蚀我骨,我在战利之地战径 我静候灾难之日,泛尽的名上来 无花果树纵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无所处,田里无收成 圈内没有羊,棚里也没有牛 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神为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在高地上行走 教师班长,用丝弦的乐器伴奏 学生的适合 学生的适合 丝全漏 危坏 我请认识